這十年來做過的事 能令你忘記 這首歌是很喜歡的 這首歌的名字叫《吸十年後的我》 歌詞是這樣的 它說十年來你做過什麼事 有沒有令你後悔或驕傲過 那時候你所相信的東西 有沒有被人動搖過 譬如用2020年去計劃將來十年後 你到底想做什麼更有意義的事 又或者由現在開始計劃 計劃十年 過去2010年開始 你經營過什麼才會有今天的你 其實人生的逆境 是什麼時間都會出現在你身邊 當你很顏色地回望過去的話 可能這段時間才是你的順境位 Vincent在2004年創業之前 遊走各大中港傳媒之間 包括無線電視 風旺威斯 亞視 港台 商台 有線電視 專業做直播導演 由新聞直播 到幕前主持 光偉都做過 都會送兩句 直播給你 波波姐 你跟沒有人熟的過去 亦都相當珍貴 之後就入了香港電訊發展網上行 和ITV業務 即是現在的NOW前身 創新是一些沒有太多人想 又或者市場上根本沒有空間的東西 的確是不切實際 或者天萬空的行為 但這些就是年輕人要找的南海 所以記住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2004年 2004年 卓曼3GTV就是看到手機總會有一天會取代電視 那時他自設錄影廠 和電訊商推出 全亞洲第一代手機微電影 《求愛123》 之後更加有陳奕迅 楊千華的《來不及聽你說愛我》 古具機的愛得太遲 那時要什麼升有什麼升 之後收入大增50倍 2008年就被國家廣東省廣電集團的南方傳媒收購 我很開心 那時候可以帶著公司 由私人的小企業 去到國家級的層面 做手機媒體企業 就這樣我就在廣州工作了五年 代表華南最大的影視內容生產庫 學習廣電組的體制、運作 代表著廣東電台 和聯通、移動、電訊三大運營商 管理著國家手機牌照 只有七張裡面的其中一張 那一年我去到美國 和百多個投資人做roadshow 為公司帶來了五千萬人民幣的投資 每年的生產總值都去到六千萬 我將公司的估值 帶到接近四億人民幣 忽然有一天領導打電話來 他說我們這東西得了 所以無心插鬥之下 就因為廣電將幾間公司的合併 導得很好 於2019年4月我們就在菜葉板上市 這是一個很好的企業成長模式 都是國家資源得以資本化 而我亦都學習到人生的重要一課 我在吉林省吉林市做了幾年政協 為當地爭取到首個電影金雞獎 現在我就在吉林省海外聯誼會做理事 他們給了很多空間給我為祖國效力 十四號晚上由央視微電影頻道 重點打造的美麗中國 集拍48小時微電影競賽節目 在浙江朱季結束了第一站的比賽 2013年中央電影競賽知道我拍短片是可以的 就邀請了我參加央視的極拍48小時國際賽 跟美國隊、北京電影學院、澳大利亞等等的不同隊伍較量 依然給我拿到全場的總冠軍 更加成為了央視的新聞特典 好一個西施豆腐 相信乾隆皇帝游江南時的這句讚美 道出的這碗豆腐是多麼的鮮美 在這麼美的地方 我面前的他和這碗豆腐顯得多麼的無味 所以傳媒看回我的經歷 就發覺2004年你已經拍微電影了 不如乾脆就叫我做微電影之父 那一年回到香港 非常之意願橫向 帶著議員出席搭謝會 有立法局議員馬逢國先生 全國人大胡曉明先生 都有政府製造Hong Kong 以及業界的精英 那時還得到一份G2000的贊助合約 Vincent在英國完成碩士課程之後 甚至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 所以當他創辦金花獎國際電影節的IP 他就聯盟十幾個國家團體 過去都有在北京、深圳、 杭州、香港等地區都舉辦過 近年還衝出海外 在印尼等東盟國家開拓市場 之後與老友羅傑斯影后偉英雄 以評審身份參加多場微電影活動 之後的五年 總共拍了幾百部廣告微電影 又幫各地方政府打造城市名片 與三歲鄉里亞姐南北極探險藝術家 李洛斯小姐創作微電影《極地控訴》 演出的有波姐馮素波 和事後級女演員劉眉娟 Hello 大家好 我是楊千華 地球是屬於你和我的 作為一個媽媽 我又想到孩子的將來 微電影《極地控訴》中 就講到北極紅媽媽對下一代愛的偉大 所以我們都應該用媽媽的愛心去關注地球 又與Sea All Star聯同群星合作 母校浸會大學60週年紀念作 2015年更與前輩黃八明先生一起合作 Wincent做導演 《我沒意見做花壺》 這也是吉林省的文化旅遊名片 那幾年我們獲得了中國金雞獎 林家棟又在韓國釜山獲得藍演員獎 這部電影又在美國獲得國際民族獎 之後我還被人邀請在幕前演出 都算是石果類似的 你是不是很能喝 我炸人皮疑 這幾年我接受過過百個講座、訪問 坦白說我沒有什麼 飄飄演的感覺 但我對於內地電影的發展 我是很大期望的 希望疫情之後電影界會有大轉機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順利 但當然不是 旁顧者可能會覺得我很坦途 但其實這條路是自己開托給自己走 同時當然很感謝上帝給我 很豐盛的生命 我之後我就投放了很多資源 或者心機在兩間公司那裡 這兩年 Wincent投放資金、資源在兩間年輕企業 一間做數碼營銷和數據運為的市場策劃推廣公司 在疫情之下 他更加覺得科技生意一定是出向蓬勃的生意方向 而另一間公司仍然是他心愛的影視行業 跟電影界龍頭美雅娛樂 還有國內網絡電影先鋒 同夢影業合組了一間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電影發行公司 今早我們三位都見到好幾個投資人 他說五年二十部 網大少了一點 拍了少一點 他說 不如就一年將它消耗了 拍了它 我們說可以考慮 不知道祖男哥怎麼看 是可以和考慮的 他認為人生中的良師是很重要 例如金國亮先生 容永琦先生 胡曉明先生 洪雲海先生 田北辰議員 郭台銘先生等等 我們很欣賞洪惠君做的事 你想想有個洪惠君說的那些經典 其實明天將它很大 一個很大恐怖的一個宣傳 如果天氣起來就覺得很麻煩 如果政府有奶 吃人也會不會和衛鋒 都給了很多人生指引 和發展機會給他 我當然對於土生土長的香港很有感情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中港融合是大趨勢 為全世界四台灣區最有潛力發展的地區 希望青少年人可以多點了解內地的資源 融合國際文化 再剃造發展一些新的業務 就是這樣 Vincent參與數碼港企業發展顧問委員會 委員已經有15年以上 更加是發掘高高溫評委之一 近年他認為電競是年輕人的大趨勢 還和Vincent參與組織結出數碼軍事精英計劃 背後當然有很多軍事出頭預計 令到他們提升他們的外車的臣服 對動詞的形象處理 我們都發了很多心思 我們都很辛苦 他有一個計劃 組織電競賽車隊 在中東迪拜的法拉里世界主題樂園 進行國際級比賽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順利 但當然不是 旁觀者可能會覺得我很坦途 但其實這條路是自己開拓被自己走的 逆轉100 機會 爲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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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